大家好 最近因为这个任教社新版教材的插画 画得小孩一个个歪嘴斜眼 像那唐氏综合症的病儿似的 所以就引起了一堆讨论 说什么都有 我的意见确实是太丑了 这个东西技术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在不停的进步 审美不一定 但是现在越丑的东西 可能也有很多人去赞赏 什么文化多元 什么审美技价值多元 这其实就扯淡 美就是美 丑就是丑 再怎么多元 也是吃饭不能吃屎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咱就不谈插画的美丑 借此机会咱就聊聊古代那些因为画画获罪 甚至丢了性命的画师 首先要提起这个人 我们都知道西汉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毛岩寿 对吧 这个毛大画家呢 他主要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画美人图给皇帝 因为皇帝要选妃嘛 要选宫女 选妃子 不可能一个一个去面试去 皇上时间很有限 所以就交给这个毛岩寿 你画 你把这个美人什么画下来 画完了之后呢 我看这长相还不错 这个就进宫 长得刺的就干操活的 就进不着内庭了 进不着皇宫皇帝身边了 所以毛岩寿就借此机会 勒索这些宫女们 你们给钱 我帮你画美点 然后皇上一看 就招姓你 然后你弹欲龙肿 你就一步登天 你要不有钱 我就给你画丑了 画丑了你就没戏了 永远你见不着皇上 结果呢 王昭君号称中国四大美女之一 陈瑜洛艳的那位洛艳 四大美女之一 那应该长得是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就是因为呢 不肯行贿毛岩寿 毛岩寿就给他画的很丑 有的说是画的丑 有的说给他点了一个克夫制 就那种东西啊 总之呢 就是皇上没看中 所以王昭君就一直在宫中蹉跎 到二十几岁 呼喊爷谗于这个入赛 要求和亲 汉元帝就把这个王昭君就嫁给了 呼喊爷谗于 结果跟那个两口子跟皇帝辞行 都是皇帝才第一次见到王昭君本人 是吧 一见王昭君 这汉元帝惊得下巴都掉定了 是吧 一撩着门帘子 就那个锤在皇帝们面前的门帘子 窝了个去啊 怎么这么好看 我怎么给这个呼喊爷了 赶紧跟呼喊爷说 咱换一个行吗 这个我留着 我给你换一个 呼喊爷也不傻呀 你家呀 是吧 是商品售出 该不退换 不退不换 所以事后原地一怒之下 就把毛炎兽给宰了 这这么漂亮的美人 你给我画成这样 这肯定是 是吧 是你有猫腻 你们一审果然啊 行贿来了 我说我边上怎么都是歪瓜裂枣呢 感情 好看的 你都没给我画 就毛炎兽宰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 这个故事 这个是一个故事 毛炎兽到底是不是这么死的 这个是也有各种的说法 可能也是一种传说 后世还有替毛炎兽喊冤的 最著名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他的这个诗《明飞曲》里边曾经写道 归来却怪丹青手 入眼平生几层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网杀毛炎兽 翻译过来就是说 这绝世美人的姿态和意境 一辈子都看不到几回 毛炎兽画不出来那是正常的 你把他杀了那是冤枉他了 是吧 这个冤枉不冤枉的话呢 这已经是一笔烂账 那怎么说怎么有理了 是吧 但是这个 呃 除了毛炎兽这么一个个例之外 中国历史啊 因画获罪的画师还真不算太多 可有一位皇帝啊 对这个画师真的是说杀就杀 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事情之间啊 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说这个朱元璋啊 经常让人给他画像啊 第一位呢 就写实 画的倍如实 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那那大下巴是斜拔的脸 就真给你画出了啊 就是朱元璋那长相 他就本来你就长这样嘛 你的脸是C字形的 像个斜拔的 像个那个腰果 是吧 结果朱元璋一看 你给老子画的这么丑 画师就被宰了 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呢 第二天呢 这个 这个人就把朱元璋又给美画了一番啊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啊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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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大脸 又画的是无履常然啊 简直就是圣人一番啊 朱元璋一看也怒了 阿谀奉承啊 我 我就说 不这么好看吗 啊 你这这这 你这PS这个美颜子过度了 又给杀了 啊 到了第三个 学经了 啊 请朱元璋呢 您先画一个草图轮廓 啊 您大概想把字画成啥样 然后我根据草图再出火 这设计图您出 最终是保住了自己一条性命啊 其实这个故事啊 都是有原型的啊 咱们讲那个 被他杀的那位如实画的画师叫赵元 精通诗文书画 善画山水 洪武年间官拜中书令啊 中书令就位在宰相之上吧 是最最高级的这个这个文官了 啊 因为一幅听松图被朱元璋看中 让他给字画像 那结果史书记载 应对五指 被杀 翻译过来就是不符合皇帝意思被杀了 怎么不符合呢 故意就是画的太像啊 朱元璋呢 嫌难看 就把赵元杀了 而那位美画过度的呢 叫盛柱啊 擅长修复古画 史书说他补会处 运笔着色 与古不书 照着古画 运笔着色 修 画出来的效果跟原作一模一样 这哥们儿活得今天发大彩了 是吧 那整个一个造假大师 那根据史书记载 盛柱呢 派去修复天界寺的影币 修完了之后 朱元璋亲自过来视察 结果看到影币上画着一幅 水母乘龙图 水母图不是咱们现在说那动物啊 那一摸什么褶子呢 不是那个 是掌管水的神仙 按道理讲 水母乘龙是再正常不过的话 可是朱元璋 乡也出身 他不懂是吧 一看看 呀 那一飞子 骑龙身上 好家伙了 这是什么体会啊 非常生气 是吧 简直大逆不道 一怒之下 这圣柱就人头落地了 这就是画太美化了 结果也被杀了啊 这个画太美化 不是说美化 朱元璋啊 是你美化的水母啊 一下被杀了 第三位圆华的画师呢 就是那个周卫啊 他因为自己啊 画画实力过硬 所以被招进宫里 专门的从事绘画工作 皇宫里的山水壁画 大多是他的手笔 有一回呢 朱元璋给周卫下了一个任务 让他在大殿里画一幅天下江山图 这就是一道吊倒的题啊 就跟那个那个侯宝林大师那相声那问 你认识我吗 这句话怎么回答都得挨打 你说认识 啪一大嘴巴 认识跟我要钱 你说不认识 不认识 啪一大嘴巴 今天让你认识认识 所以你这画的天下江山图 这就是跟这个 你认识我吗 这一样 天下山河 你画多少算完呢 你画多大啊 你画大了 你得累死自个人你也画完 你画小了 天下江山就这么大 你得A四只见方 那不找我死吗 是吧 所以周卫就想了个主意 我不能这个起稿啊 卫请上规模大事 方感润色 卫是周卫自称 皇上您规模大事 您说话多大 我才能润色 朱元璋您大领导先定个规范 我还开始画 朱元璋倒也不难为这个周卫挥笔呢 就给画了个大概啊 说你大概就画这么大 你看这是山 这是两横 就是河 你知道这话 周卫这排马屁的功夫实在是到位 立刻就跪下来 开始吹朱元璋的彩虹屁 天下已被陛下定下了 臣无从插手 您画的够棒了 这么大 我再他干着就僭越了 这事我干不了 朱元璋哈哈一笑 就没周卫什么事了 就没难为他 不过呢 这个周卫躲得了一时 没躲一世 他因为为人太过敏锐 被同僚忌妒 在朱元璋跟前就参了他一本 具体内容史书记载不详 但是诋毁一个画师 想必就拿他的画开刀 要么说他的画 丑化当朝皇帝 圣人先贤 要么就说他画里藏着什么大逆不道的内容 朱元璋也不含糊 大手一挥 周卫也没能躲开人头落地的命运 所以这三位 赵元 圣柱 周卫就都是这个 就是后来被人一编排就变成了一个画的特写实 一个特别润色 一个投机取巧 其实这三个人最后都没有逃脱一死 纵观古代历史啊 也就朱元璋这种暴君动不动就杀画师 毕竟在古代画师是宝贝 那跟现在造芯片的什么计算机专家 跟这什么什么宇航专家 两弹一星元勋一样 一帮平民百姓根本就跟画画无缘 你要想学会画画 第一 天赋一灵 第二 家底殷实 那东西都是 现在你都知道 是吧 这个学文科最便宜 对啊 最便宜 有钱买书就成 理科你得有钱买实验材料 那学艺术是最耗钱的 买台钢琴多少钱 对吧 买一本书多少钱 你想想什么 买台显微镜多少钱 那是最费钱的 所以这个画师这东西在古代是有一个算一个的行单 而且古代画画不只是个艺术活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技术 想记录人的长相只能靠画画 所以王公贵宙 世家大族都得养着这么一批会画画的 轻易不敢杀 也就是朱元璋 贼王不出身 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写字画画的文人 才会大灰屠刀 说杀就杀 别人根本就不能这么干 好了 关于古代音画获罪的事儿呢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